三重区一位86岁的养老太太 因为跌倒延误就医而导致瘫痪 面对旁纳的医疗费和看护费 让独自照顾她的女儿不堪负荷 生活陷入困境 新北市员李翁月儿得知后 除了协助向新北市府居中心 借取轮椅、照仰机、抽谈机 及电动气垫床等府居 也号召多个爱心团体前往关怀 并捐赠8万元救助金 希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们里长知道阿嬷这个情形 所以特别来跟我说 所以阿嬷今天邀请我们新北 爱心会、人心、慈善会 包括我们东春建设、天佑宫 包括我们成功私职会、喜业私职会 大家都非常有爱心 包括我们共作的社会客 今天贯8万元 非常感谢我那个议员李翁月儿议员 还有赞金钱、里长的帮忙 及这些社会关怀 大家帮忙非常感恩 对于新北市府居中心的免费租借服务 李翁月儿给予高度肯定 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例 李翁月儿希望中央及地方政府 能够看到弱势民众的需要 给予更多的补助与协助 让他们不用单打独斗 陷入困境 我们都知道我们市政府有跌走 但是我感觉可以更加落实 老实说一个家境不好的阿嬷 要来请一个来告 是最重要的经济负担很大 今天我跟爱心会 跟我们理事长 跟东春建设的所有爱心 来帮忙 这是救急而已 这真的疫情也没去 所以希望我们的政府 可以更加落实 从这种阿嬷 甚至有法度来照顾 来帮忙 这是最重要的 山崇区公所这次也 置证1万元急难救助金 针对后续的照顾问题 区公所表示 将请社会局进行评估 并协助申请相关的补助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